一般人腫胆固醇的症状症 是在一百三到二百一間 想過關也是想過關都不好 但是人體腫胆固醇也想過關 可能代表身體有甲狀腺機能抗進的問題 腫胆固醇低 就是如果它是原發性的 大概沒什麼症狀 如果是激發性 也就是其他的疾病造成的 低胆固醇的時候 你就會有原來疾病的症狀 有些人因為它甲狀腺機能抗進 可是它不知道 可是它可能的症狀 就會有甲狀腺機能抗進的症狀 譬如心肌 心跳快 體重減輕 然後肚子 睡不著覺 這都是甲狀腺機能抗進的症狀 所以就是說 當我們看到一個 抽血的數據是檔過程低的時候 我不要說覺得很好 或者是說認為說 我是不是只是營養不良而已 可能要去追蹤 是不是有激發性的 當過程低的 比起其他疾病 甲狀腺抗進的症狀 包括心跳快 高潮環 手的刺 以及為靠變好 也不夠體重減輕 如果是面中有一樣的症狀 可以到病院的新陳代謝科 也就是家庭醫學科 來進行相關的檢查 如果等後悔情 嚴重可能的造型心中功能退化 也就是人本性丁丁的症狀 所以帶一日治療 對身體健康才有保重 你帶有這個 ... ... 然後